我們主持過很多國際性的演講跟佛告 有一場最大大概是四五千人 然後有大概九十四個國家 然後我們有三個主持人 有法文主持人、英文主持人跟中文主持人 基本上我們三個人 光是這張主持就挑戰得快一天 因為語言彼此還是有落差 法國人的英文跟台灣人的英文 跟其他國家英文在高中才還蠻有趣的 那所以我一直存在這個美日誤會 是要跟大家來講要怎麼樣做一個好的主持人 不過就在前些時候阿貴跟我說 你是要來講演講 演講可以教喔 演講要怎麼教 演講有沒有想過演講要怎麼教 但是剛剛各位在做自我介紹的時候 其實都已經有演講的一些元素的存在 就是你們在做自我介紹 我們每次交點 每個人都有幾分鐘 兩分鐘 然後上台人是九分鐘 對 然後Ted是幾分鐘 18分鐘 一般你們聽演講都是多久 兩個小時 兩個小時 不是有很多車子在騎樓的嗎 現在在同學 你說我哪個騎樓 那邊 就是你那個騎樓阿 不是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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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就是 這個是時間 好時間 所以你要怎麼去安排你的演講 你可以是演講可以是分享 這是不一定 就比如說小夕想要來交流 但是交流你有帶什麼樣的目的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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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沒有對不對 好那其實演講一個很重要 就是你要帶著目的 你的目的很重要 你不是今天接到一個題目 我要講這個 如何走在星光大道上 好 然後到現場來想 不是 就是你所有的演講 你當然有一個主題 你當然有目的 你要傳遞什麼東西 給你的聽眾 你的聽眾 不見得百分之百 喜歡你 認同你 那個都沒關係 但是你的演講中 要有目的 要清楚的目的 就比如說 賈伯斯 對不對 他在每次的產品發表的時候 他是不是都穿著這個 藍色的牛仔褲 黑色的T恤 好 反正英文聽不太懂沒關係 反正他講的廢話一堆 突然就從口袋 因為拿出來的東西 你看 iPhone 那一開始是iPad iPad 你們看過以前60具的iPad 對 然後就開始做一系列的 反正他每次的演講模式差不多 都是 講一講講一講 走一走 就從哪裡掏出來 那第一次的Make Air 有沒有 一個公司 那個文件袋 牛皮紙的文件袋有沒有 This is Make Air 哇 所以他每一次都是帶著目的性 來做這場演講 他很清楚的要告訴他的聽眾 這次演講的重點就是這個東西 好 我們先不論這個蘋果之後的產品 他怎麼發展 但是他每一次的產品發表會 都有很清楚的目的跟主動 這個是你們在做演講之前要做的事情 很多人都覺得我去演講 不管是2分鐘自我介紹 9分鐘的分享 tale18分鐘 好 都只是反正就是自我介紹 2分鐘好好分享 反正到時候 Q到我再收嘛 對不對 但是你有想過 你都已經出席了這個場合 你有沒有什麼東西是想 告訴人家的 想讓大家認識你 好 比如說上次那個 那個Harrill那個誰 那個這首 震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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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 震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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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月亮 阿貴 有時候呢 月亮 為什麼被他印象深刻 因為他下巴 很親和 親和力 那他有說什麼話的印象特別深刻嗎 沒有 我覺得好像還蠻搞笑的 好 瘋狂出價 為什麼你覺得要印象深刻 因為我本身就是 對主持啊演講 這類特別開心 然後那一次是 有一次公公分享說台北有一個 那個回馬槍簡報很厲害很厲害 然後就非常的心動 然後我們去找他 就是去聯絡他 然後互相聊天之後就發現 我們是在同一個領域 那你對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 哪一句話或是哪一件事情 就是我有去看他的那個 影片 然後就是我懂他在幹嘛 對 你懂因為他跟你是 同樣類型的人 就是可以對這個東西有研究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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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你為什麼是阿貴 不然 因為他是撤距的 因為他是撤距的 OK 對啦 因為我覺得 剛才我覺得台中 我覺得 每個人都很有特色 所以你要有講出一個 我一直想知道 Mandy啊 Mandy不錯 沒有 他手 他沒有喊點喊點 不好意思 Mandy是比較 大概是前面 第二次 第二次 對對對 Mandy很酷 在動毛 他一個 在動毛 他拍一下 他在動毛已經連續感冒了 大概四個月 很生氣 對 就是 每一個人在做一些 分享時候 一定會有一些重點 這些重點 其實都 要被你規劃在你的 分享裡面 這是有目的性的 演講是要有目的性的 演講如果沒有目的性 那就是聊天 真的就是純粹聊天而已 那只是聊出一些很多生命經驗 我做了什麼事 我怎麼樣 但是如果你今天要做一場好的演講 你必須要讓這個演講 第一個 有明顯的主題 第二個要有目的性 好那第三個 你要去贏得 贏得 支持者 什麼是支持者 比如說 林毅 他做的是寶島靜香團 一開始 你聽到的時候 你也許覺得靜香團是什麼 沒有 靜香團 他是 帶一群人 去清所有的海灘跟沙灘 靜香團 靜是 乾淨的靜 然後就是那個 鄉下的鄉 對就是往下走 對 那所以他在講他的故事的時候 他就會講 為什麼 他要做這件事情 他是十大畢業 他做的是這個生物的實習 生物的實習老師 有一次他在成功高中做實習 教生物 教大家講 要愛護環境什麼什麼 突然下課的時候 有學生來找他 欸 那老師 那你做哪些對環境有幫助的事 你說 Shit 沒有 社會一個老師 怎麼可以沒有呢 就是他的肢體語言 非常的豐富 社會老師 怎麼可以沒有呢 其實不行 我就在開始 他就開始想 那我可以做什麼事情 他就開始 做淨灘的活動 一開始 他沒想過 可以找多少人 反正他就做了 從這個 可能十幾個人 到現在 上百個人去淨香 甚至於 淨香到 他有一次去台南還是高雄的 某一個海灘 走下去的時候 他就看到 海灘 有 那個 帳篷 那種 像那個 圓遊會的那種棚子有沒有 我就心裡想 欸 怎麼會有人在辦活動 然後他過去問那個伯伯 伯伯 伯伯 這個是什麼要辦活動 沒有 那就是淨漢 說有人要來淨灘啊 叫我們幫他搭啊 讓他們休息 然後等於說 淨灘不叫我們嗎 對對對 應該就是你了 他淨灘到 連當地的政府機關 都聽耳聞 然後去幫他們做這些事情 所以 他在敘述的過程中 他就把 他的目的性跟你們講 好 那當然他有 秀出很多slide 就是比如說 他在淨灘中 撿到的東西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他撿到一個龜殼 這麼大 這麼大 是什麼龜殼 你知道嗎 玉溪龜的龜殼 對 而且他還很殘忍的 把它翻過來拍 是被烤焦的 所以你的想像發生什麼事 在沙灘看到一個龜殼 它是被烤焦的 你能想像 那隻烏龜發生什麼事 他還在 沙灘撿到 大型的沙發 沙發喔 不誇張喔 對 這個都有圖片 但是未經本人同意 我也沒有幫忙也不能看 對 還有撿到 真的撿到瓶中信 真的撿到瓶中信 然後瓶中信是從 那個 他是說是從 呃 台東 台東 台東飄過來的 他真的打過去 對啊 可能要幹狗他之類的 想不到 您不得電話失控 好 請查您不得在我 對 真笑 他還撿到韓國 韓 有 就是那個lider 都是韓文 的lider 你能想像 如果我們假設 他真的是從 韓國漂流 過來 遠度 很多很多的這個 海流過來 那你能想像 現在 在海洋中 海漂來的多少 垃圾嗎 能想像 對不對 好 那 我取靈一這一段 的目的是 要跟你們講 他在做敘述的過程中 他都會有 一個物件 他都會有 一個詢問 他都會 尋求一個共鳴 他不是自己講而已 他要把你們 拉進這個畫面裡面 我剛剛也許 因為我不是本人 我沒有輕力精深過 所以我沒有 我沒有那麼強的 這個 power 如果他講 我相信 就 以剛剛的講 講演過程中 你們有一步一步 被 拉進那個畫面嗎 我去想像 對不對 所以你的演講 是要有畫面的 不是輕描帶水帶過 我們化學原素表 這個 什麼 海南亞各山東 佛利秀點二 代理正致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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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如果是用 很生動有趣的跟你講 你知道 害是什麼嗎 你知道 氫有幾個劍嗎 氫其實他有兩隻手 然後他可以見解什麼 就是你可以讓這個東西 無趣的文字 變成有趣的畫面 這個就是你們可以去設計的 可以去設計的 所以 你自己在演講的過程中 第一個 為什麼說你的這個目的主題很重要 因為如果你沒有目的主題 你不知道要講什麼嗎 我今天只是來聊天 可是如果我今天是 因為其實很多人來焦點 他都是 想來聽人家講東西 但是也有部分的人 是想來講東西給人家聽 一定很多 就像 對不對 那你想講什麼 你有分享過嗎 有 九分鐘 有 你主題是什麼 我有兩次是分享 我環島的經驗 然後兩次是 分享一個新聞社的經驗 什麼什麼 新聞社 好 講清楚一點 我什麼情社 對 你看環島 OK 環島 一講到這兩個字 大家可能就有一些畫面 環島 對不對 環島 我怎麼環島 我是順時針環 順時針環還是逆時針環 我是走山線還是走海線 有差喔 這個有差 對 因為順針跟逆時針有順風跟逆風 對 那我的交通工具是什麼 我一個學弟用大拇指 就這樣一圈 而且他真的是很無聊 他沒有帶錢 他真的沒帶錢 對 然後他帶了兩個保險套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對對對 搞不懂 然後我還有一個小學弟 很小的小學弟 現在高 高 高中就畢業大一了 他國小畢業的時候 他爸爸跟他突兀旅行環島 突兀旅行環島 這是一種環島 他叫魯氏維 魯國的魯 你們可以去看看 適合的是 然後四維八德維 魯氏維 還有 欸 還有 騎腳踏車環島是不用講 對啊 然後有人直排輪環島 那有什麼環島 很多嘛 三輪車 單輪車 單輪車 那個超厲害 對 那 光是這個就會有畫面 所以記得 你在安排你所有所有的演講 都要把你的文字 給圖像畫 把你的文字給圖像畫 然後 大概 通常 因為我們一個演講 大概是一個半小時到兩個小時 我們都會習慣 在十五分鐘 十二分鐘 十分鐘 我們就會安排一個梗 來做個小小的互動 這個互動 不見得是 我真的要觀眾有互動 而是 要讓它 你要知道它沒有睡著 好 就是 你們想想看 那個龜殼 翻過來的時候 它是烤焦咧 你可以 能想像 那隻烏龜 為什麼 被烤焦 你可以停一下 有沒有 製造一下這個 臨重的氣氛 這個都是一種引導 這個就是 你可以再去設計 那當然 環島有很多 你環島最有趣是什麼 是 吃 吃 吃什麼 吃什麼 吃 當地小吃 印象最深刻 這個 台南 台南 嗯 一整晚他們就吃了十幾道 十幾道 沒有大學 就是大學 就是一人吃一口 看一下看一下 看一下 好 對 我環島 印象最深的是 我吃到一個西瓜 它是長這個樣子 橢圓形 很像橄欖球 它是黃色皮 黃色皮的西瓜 橢圓形的西瓜 我這輩子也沒看過 對 那個品名叫 戴安娜 所以 橢開之後 真的是紅色的 對啊 這個是我印象很深刻 環島的經驗之一 所以 如果我跟你講 我在環島 吃到一個黃色西瓜皮 黃色皮的西瓜 西瓜 對不對 我就想 Guile 紫尾 壹大